盤石劍成學再增三例確診 傳向染疫病毒較多樣及多變性 但發病時間已久 疫情指揮中心表示 大多出現食陰食陽情形 因為他的症狀算是相當的典型 當然不會這次就放過 所以醫院通常都會再進行二采 他發病到某個程度以後 我們就會有食陰食陽的狀況 根據案425 3月23號 發生症狀4月15號下船後 才到集中檢疫所隔離採檢 18號一採陰性 21號才二採陽性確診 因此未斷地展疫期間超過兩週 接觸過身邊的至親好友 引發傳染危機 在六晚上知道這個事件以後 大早我們就對五位同人採血 那在禮拜天的時候 對大家說明的是有三位確診 而第一波抗體檢驗 有三位檢驗出 分別是案例A在3月21號 案例B在3月23號 案例C在3月26號 不過案例B公佈症狀日期 與案425出現流鼻水症狀 難道是巧合嗎 這裡面還是採取比較嚴格的標準 剛剛講過我們大概一採全部都要一採 採過之後當然有一些相關有症狀的 我們都會進行二採 21號以針對第一波磐石劍 所有成員進行抽血做抗體檢驗 務必要把這件事做到最完全 現在林有明李玉環台報導 《遲太圈什麼?》